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爹从小就跟你说 这个好女人 你骂他两句 中理笑 你踢他两脚 不合格 你这才叫好女人吗 那叫啥女人 那叫牲口 你是牲口 我比牲口强不了多少 你还抱取是不是 我敢 我敢抱取 你不要走着惯着小桓 你都把他惯坏了 他没生出孩子来 我们没说啥 他还一百个不高兴 一百个不愿意 生不住孩子怨谁 你说怨谁怨我 怨谁你不知道 是 这事儿 都怪那个狗日的日本鬼子病 你说那天小桓非要去港妙会 你娘就不让他去 也不知道这孩子种什么邪了 他非要去 就是不听你娘的话 半路上泼着日本鬼子兵了 出事儿了 其实这事儿我看哪 您都这岁数了 您说的是人话吗 兔崽子 你怎么呀 你怎么说话的 你怎么说话的 大大大大大 你干啥呀你这是 有人跟他捏说话的吗 好好说 你还动什么手啊你 有人说话的吗 别理他啊 那不理他 爹 你说那日本人要是不来咱们国家 咱们这地方也不会有日本兵啊 来就来吧 那凭什么碾咱们中国妇女啊 碾上一个 糟蹋一个 碾上一个 糟蹋一个 那小桓要不是跳悬崖 怕是活不到今天 这日本兵 你都怪你小桓了 你这不是抬杠吗 那咋的 那我还成汉奸了 那你要是这么想 那就是汉奸嘛 我成汉奸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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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锁了 不要锁了 爹 那你想要孙子呢 我心里明白了 你弄个什么样的女人来不行啊 你非得弄个日本女人来 那那你让小桓心里能舒服呢 现在老百姓看见日本人 能不能上去咬两口 您可都好 还让我跟他生孩子 亏您想得出 儿子 你不想一想 咱现在不让这日本人 给咱们生孩子 咱找谁去生去 谁能给咱们家生孩子 你想一想 你说 儿子 儿子 你干啥心事 我跟人送十杯的 儿子 没吃饭呢 儿子 不是你都 你都看见了吗 这个兔崽子 你给小桓一个月的桌子 行了 你就不能少说两个句啊 你怎么骂孩子 当初也是咱俩不好 咱俩啥都想到了 就没想到 这小桓这么恨日本人 这么多了 我饿了 我也没吃到 我也没吃到